那我问你 你觉得做设计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天分还是想法 我觉得是学习 虽然天分也很重要 但是我想没有谁 是只靠天分就可以成功的 还是要学习 通过学习培养出自己独特的想法 所以呢 我觉得成功是要多学习 还有开拓自己的事业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在学校念书 有没有想过去国外念书 我很疼于你的想法 我们做设计的 不可以闭门造车 一定要开会眼界才行 你呢 有天分 有想法 还有学习的热身 以后在时装界找个工作 或者做一些讨巧的设计 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 如果你想创立自己的品牌 成为一名真正的设计师的话 我建议你出国学习 一定会对你大有帮助的 老师 我之前 已经失去一次机会了 那你从现在开始 寻找新的机会 小学习 法学习的 老师 我还没有机会 小学习的 可以 找新的机会 可抑设植 成为你 你能不能在那里 因为文化 成为コメント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 同学们我上次已经讲过了 今天为什么还要再反复呢 今天还要说 还在想出国留学的事 真的不想吗 能去当然好啊 但是我哪儿来那么多钱呢 安娜自从搬出去以后 就再没跟家里要过钱了 我怎么能再跟家里要钱 去说念书的事情了 只可惜我当初错过了交换留学 您所考虑的只有是钱的问题吗 天勇老师她说了 她会帮我写推荐信的 是她以前念过的大学 我想以她现在的知名度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那还有呢 还有什么 你就从来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想你出去留学又不是两三天 一切就是好几年的 你让我 还没打下大宴呢 就开始争论怎么吃了 我是不可能去留学的 怎么了 你是不是后悔当初放弃留学选拔了 我决定的事情从来不会后悔 安琪 你真的是想去留学吗 去也没用 所以干脆就不想了 我好难道上课时间了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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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青芝 到 李宗翰 到 王美 到 何安娜 到 张富贵 到 陈琳 何安娜 你和我来一下 张富贵 安娜 好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不用再说了 做别的也能赚钱 对 到餐馆端盘子一个小时九块钱 那我要多久才能赚过一个月的房子 你等我 广告公司那边 我知道 你说你会尽快帮我接案子是吧 这句话你已经跟我说了很久了 可是有一次时间过吗 浩铭 浩铭 你别这样 你没有义务这么帮我 安娜搬来跟我住 不 我的意思是 你睡床 我睡沙发 我那儿 住两个人 还是没问题的 这样 你就不用担心房租了 你先不用决定 想好了的告诉我 我回来了 这是怎么了 你出国的事儿 为什么不跟妈商量 这事儿跟陈希没有关系 是我看你这几天有点心不在焉 我想是不是让那个什么姓赵的 赵的设计师给欺负了 我去找陈希去了解了 没想到人家看中了你的才气 所以推荐你到外面去读书 外公 不是推荐 只是建议 你没有才气 他能建议吗 你不是说什么那个 德国设计大奖吗 这个人设计一定很厉害 眼光也不会错 外公 我不一定要出国啊 设计师也说了 关键是念书的态度 只要肯努力 在哪儿念书都是一样的 不一定要出国 你这么说 是因为钱的事情吧 钱的问题 你不用担心了 妈 你们工作已经够辛苦了 不能再增加你们负担了 我不想让你们为了供我出国去念书 而去向朋友借钱 那如果以你个人的名义 跟别人借的钱呢 建兵叔叔说 他很愿意资助你在美国念书的一切费用 可是我知道你一定不肯 所以就以你个人的名义 向他借钱了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等你大学毕业以后 再分期付款把钱还给他 除非你真的不想去 或者没有自行有自己的力量 还清这笔钱 你可以吗 想去吗 可以 行 谢谢妈 谢谢妈 谢谢 你们当我透明的 家庭会议上 我这个最重要的家长还没讲话 我说一句啊 我反对 跟建兵叔叔借钱 那不是灭咱们中国人的威风 长他美国人的志气吗 安琪啊 我跟你妈说不清楚 你说说 是跟建兵叔叔借钱呢 还是用我的钱去美国 爸 建兵叔叔也是中国人啊 老郭啊 到外边都市可要很多钱呢 你想哪弄去啊 我把房子卖来就有钱了 不行 老金 那是你家祖屋 我不能让你卖房 说什么呢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还是你的 安琪 你要是看得起爸爸我 就用我的钱去美国 爸 你要是瞧得起我这个女儿呢 你就让我用自己的能力 去借钱吧 我怎么会看不起你呢 宝贝 我 给你绕进去了 这不还跟建兵叔叔借钱吗 爸 回去吧 太晚了 别送我了 看什么呀 我脸上有花 我想出国念书的事情 是你主动跟外公说的吧 真的没关系吗 我要出国留学 不是两三天的事情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你会忘了我吗 忘了你 对我来说难度很大 这不就忘了吗 你放心 所以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追到手 怎么会就这样放弃呢 我会好好努力 等你回来的时候 我应该能开一家大公司 我聘请你做我的首席设计师啊 你说好了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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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好好地等你 你要不回来 我就去找你 不管怎么样 我来一辈子 我来一辈子不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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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可以做你 你 我帮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我杯水 桓啊 上次你就这么不见了 让我很没面的呀 不过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看那边 对 都是你叫得出名字的模特 你是想继续留在这儿跳舞呢 还是要总向你奉祥的提醒舞台 你自己看得办吗 我最后一会儿没了 因为你把手放在这儿做的 不是 我自己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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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浩铭吗 我是安琪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吗 因为我讨厌那些人 所以我要离开 是这样的 安娜很久没有跟家里联系了 大家都很担心她 如果你有她的消息 请转告她 打电话给我好吗 谢谢 王老板 我是来还卡的 就进来吧 王老板 我真是来还卡的 你不是想成名吗 王老板 我又不想了 不想 不想你就不会来了 我真的不想了 我现在要走 你别说了 王老板 王老板 我真的是来还卡的又回来 你要听话好吗 你放手 我 救命 你 救命 王老板 救命 快开门 请开门 救命 开门 要是敢乱说话 你开门 快快在这行混 你开门 我放进来 来了 你开门 你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我们无法避免人生的失败 但有可能避免失败带来的痛苦 越是骄傲的我们 越是需要去保护她自己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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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没了 你救救我 安娜 你在哪儿 你救救我 我保护不了我自己 安娜 安娜 你 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知不知道 连了我不道理 安琪和外公都很担心啊 我快告诉你在哪里 快安琪马上过去找你去 安琪 这个时候你居然还跟我说安琪 我告诉你我快活不下去了 你居然还跟我说安琪 安琪 安琪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给你打这通电话 用了我多少的勇气 安琪 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安琪 你也至于我这么第三下子的来求你 安娜 安娜 安琪 我真是太好笑了 我居然会去求柳晨曦 好安娜 你还没弄明白吗 在这个世界上 凡是你在乎的人 谁都不要你 谁都不要你了 谁都不要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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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就只有你对我好 所有人都欺负我 我妈 安琪 就连我最亲的人 他们都合起火来骗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得到这样的待遇 安娜 想哭就彻底地哭出来了 凭什么要哭的是我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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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清楚了 好了 送你回去 我今天不想回家 安娜 你别这样 你现在还在上学 我现在已经被学校退学了 什么 我说 我被学校退学了 难道连你也嫌弃我吗 安娜 我 我弄 嗯 哎呀 哎呀 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了 要不你再睡一会儿吧 我去给你买早点 我去干嘛啊 安娜 我昨晚喝多了吗 我天哪 我真的 喂 喂 安娜 喂 安娜 怎么会是安娜呢 我还有什么脸去见安琪她们 安娜 安琪 晨曦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不是说好今天去给 全师傅新建的小木屋剪彩吗 我都忘了 晨曦 刚刚我给昊明家打电话 结果 结果是安娜接的 我有点担心 想去看看 昊明 不会吧 要不我陪你看看去 嗯 走 走 走 安娜 早餐来了 早餐来了 怎么了你 你放心吧 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不会让你负责的 我不想再见到你 不管有什么后果 我自己承担 安娜 你放手 让我过去 昨天晚上是我的错 你给我个机会 我会对你负责的 负责 你负得起吗 你能让我成名吗 你能把我失去的 还给我吗 没错 这些我都做不到 但我会像珍惜自己生命一样珍惜你 如果我只剩下一碗粥 我会让你先吃饱 我只剩下一分钱 我会让你先花掉 没错 你会像珍惜你的生命一样珍惜我 可是你的生命不值钱 安娜 放手 安娜 放手 放手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 你 我不是不原谅你 是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你 我虽然生命中有所交集 可是我的生命鬼 也不属于你 我只剩下一个人 你只剩下一个人 你只剩下了一个人 不要再爱上其他人 安娜 你不爱我也好 你恨我也好 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你了 你是第一个 你是唯一一个我爱过的人 我以为我们之间 有彼此的信任和了解 你对我 就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吗 对 一点都不在乎 安娜你果然在这儿 安娜 安娜 你是不是身体不好 你是不是生病了 你快点回家吧 大家都很想你 在外面也没人照顾你 其实我没人照顾啊 我还有昊明啊 你以为我离开你们就活不了了吗 而且我告诉你 我根本就没有生病 我跟昊明住在一起了 是这样吗 所以你才不跟家里人联系 我想你们也不会赞成的吧 原来如此 可是你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之间不该有秘密 你有男朋友 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呢 那个 其实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你不说话 安娜 你别怪昊明 我们是从你的包里找到昊明的名片 才顺着地址一路找过来的 你放心吧 你们在一起的事情 我不会跟爸妈还有外公他们说的 你说 干嘛不说 反正我也不是他们的亲生女 他们也没必要那么过 自首女嘛 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下场 同居 堕落 被学校开除 安娜 你说什么退学呢 是啊 安娜 什么退学呀 我确实不赞成你同居 但我尊重你的选择 可你不能用堕落这样的词来糟蹋自己 安娜 怎么 还没出过呢就听你懂中文了 我告诉你 我被学校退学了 那个既然都来了 咱们就一块儿吃了饭再走吧 来 来 来 这真的是安娜吗 分开一个多月 怎么这么陌生了 这一刻 我心里真的好疼 我似乎觉得 安娜这样都是我造成的 是我害了她 也好 我好久没跟安娜一起吃饭了 这样不会太打扰了 那就不要勉强了 这样我也累了 你们走吧 安娜 安娜她累了 要不咱们先回家 改天再过来看她吧 昊明 那你照顾好安娜 走 走 我走 安娜 安娜 走 这又是你手的秘密吧 这又是你手的秘密吧 你帮我解释 我也没兴趣知道 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的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你 这是出国留学的申请表 我就要出国了 你 你真的要出国了 嗯 可是 跟人家里不是经济紧张吗 为了让我租房 你不是住到外公家去了吗 他们怎么会有钱让你出国的 是建平叔叔帮的忙 嗯 安娜 你快点搬回来住吧 大家真的很想你 而且我马上就要出国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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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命运总是站在他那边 为什么所有原本人该属于我的 最后全都变成他的 是建平叔叔帮的忙 我就要出国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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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娜 我们就先走了 你有空回家看看外公 你们留下来吃饭吧 我正好也很久没见你了 挺想你的 我刚刚可能是因为太累 心情不太好 如果阿娜不觉得累的话 我当然没问题了 那我们吃点什么 先把东西放下来吧 我有好的话要跟你说呢 我来帮你吧 好 这个切完那个切了 嗯 这洗好了 这洗好了 下一个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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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怎么了 我的出国申请表不见了 我也以为什么大事呢 这还不算大事 我记了 你记出去了 你看 后面也不会照顾客人 点水果都没有准备 我去买了些 准备 准备就记了 原来是你记了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丢了呢 你下次能不能提前告诉我呀 我知道 安娜 我已经要出国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家里面 你多去陪陪他们 昊明 安娜就拜托你照顾了 我会的 放心 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但是你呀 一个人在国外 没有人照顾 恐怕 晨夕要担心了吧 我们不管分开多久 心都会一直在一起的 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 真让人羡慕 羡慕你们 安琪 不管我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今后也许 我们会有不同的命运 但毕竟我们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 你还是我的好姐姐 我衷心地祝福你 能够顺利 永远幸福 我就知道 你还是我的好妹妹安娜 我们都要幸福 我 是 我 是 我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